最強是名標5K2月份板橋場 27日晚間在板橋第一運動場舉行 當天天氣非常寒冷 但人交不惜跑者的熱情 紛紛邁開步伐大步往前 替3月份的路跑賽事做準備 本場也特別多跑者首次參賽 被朋友推薦來跑標5K的A主跑者胡亭奇 當天剛好是他的生日 賽前主辦單位幫他驚喜慶生 賽後他也和我們分享生日願望及跑後心得 因為天氣很冷 然後也沒有熱身太多 所以其實蠻快的 本來就沒想過自己會跑進時間內 那就是試試看 今年的生日願望就是明年生日的時候 可以跑進A主28分 本場賽事由捷豹曼跑擔任配速團隊 擔任B主配速員的尤廷尼賽後表示 自己非常開心能來標5K配速 讓他感受到與自己平常練跑時的不同氛圍 活動真的非常的好玩 那沒有來都不曉得這麼好玩 跟自己跑真的是天差地遠 然後今天第一次來當Pacer也是非常的興奮 就是覺得你們活動辦得真是超好的 感謝你們這樣子凝聚我們跑者的心 很滿意 應該有幫助很多朋友破PP吧 捷豹會長李志豪也參與E主 與團員們一同跑標5K 他表示今天天氣真的很冷 但跑起來就不會了 賽後更大戰團員和配速員們 今天都發揮得很好跑得很棒 表現都很好每一個都很優秀 真的他們也很用功啊 真的每一個都就是在今天之前都一直在焦慮說自己要跑多少 一圈要幾秒配速要多少 然後我們也有練習嘛 那其實都練得還不錯 三月份的最強市民標5K 將是與萬金石馬拉松的聯名場 活動將於14號在新莊田徑場舉辦 歡迎各位廣邀朋友們參加 更多資訊歡迎鎖定尋寶官網 孫內新北報導